天不欲 晚来起 惊重自己 无礼 堪不尽 凡铃后 徒遥命 生遍离 随梦 伸索海底 天地潇雾洒眼海 与细情的尘埃 是谁在被我张牌 愿 变亮世间星海 我为你孤身而来 一步一旬近在 一湖一溪如雪埋 爱 重生了自己 花了下 离了下 一字一句斗地的明媚如花 飘上 郭文章 一月而上重叹了寒江 幻想 天之涯 与你共共一束交集的月光 山土一立 万物中的自己 泪出一滴 坠入天际 林浩清如今封锁了北渊所有的道路 这三个正式呈横向排列 若我没猜错 林浩清会派遣三名大御林尸起阵营 其余的辅助行程封锁线 阵营上的大御林尸才是关键 只要抓住这三个人 这些封锁便会瓦解 你怎么知道他们会这样安排 因为这是最合理的安排 而且我懂林浩清 别瞪眼 事关北渊 千万别小瞧这些大御林尸 他们可不好对付 最好有你 空明 还有亲戚 各自分别负责一路 没问题 这一路交给我 我去游睡亲戚出马 事关重大 必须确保万无一失 当然万无一失了 我到时候就扛他去找酒 到了路上呢 我就拽他的忙 别也得把他逼去 你管这叫游睡啊 亲戚听了 可不得把你打死 你还是乖乖地在这儿待着 你去了准会误事啊 别小瞧我嘛 我落井藏什么时候误过事了 你说是吧 林河 最后的那条路 必须得由精锐带领 金河 你真是为了让我拿回焦珠 绞尽脑汁啊 你要是非要这么想 也不是不可以 这次 为什么站在我这边 顺德恨我入骨 帮你就是帮我自己 考虑得如何 振前可不能无帅 好 一个时辰 我避讳 好 事不宜迟 我们时间不多 准备何时动手 明日清晨 那你还要再清云河一次了 怎么给的 自然就怎么拿回来 好吧 那到时候要不要我来帮你们 你拉我干嘛呀 你不说要去游说清姬吗 对啊 你们放心 清姬交给我 关于你们渡焦珠这事啊 快走吧 我 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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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焦珠 只会离开我身体一个时辰 焦珠离体 我便会恢复虚弱 虽然不知道 能入墨与宁夕雨说多少 不过有一个时辰 也是好的 焦人说 谁都不许带走金蕴河 这个焦人 还是一副硬骨灯 还探到什么 属下一路打他 狐心倒戒被森掩 而且 说 如果属下没有看错的话 济云河二后 被打上了焦人印记 据属下了解 焦人印记具有感知能力 想要带走他 并非一世 我们所做的一切 哪见是一世 既然他出不来 我进去便是 其云河了解我的战术 我何尝不了解他呢 若没猜错 他会从这三路发起经过 即使我射下幼儿 被擒入凌双胎 就能见到他了 谷主 太冒险了 您这是在拿自己做棋子啊 这一切都是先师的一盘棋 我们谁都无法仇视掉 空明赫罗锦桑 已经出发了 所以现在要取回焦珠了对吗 那么前面 女人 月浩 这次你真的是站在我这边 再无算计 是吗 尊主 您 您好了吗 战场上瞬息万变 您快些吧 他说的没错 战场瞬息万变 你放心 我答应过你 会在这儿等你回来 去吧 一个时辰 我就回来 对不起 扎翼 又一次算计了你 朱雀帮你 我也只有这一个机会 才能名正言顺地 让教主立体 我必须知道 当年的真相 你这么做很是冒险 失去胶珠 你的身体会愈发虚弱 你离殒练 只一步之遥了 所以才更要抓紧时间 但是我静云和一生 最讨厌按照 别人的吩咐行事 我要知道真相 然后再决定我的选择 你想要知道什么 你是宁夕 宁入初和宁清的师父 是 前辈 无须多礼 你还想问什么 问便是了 我想知道的是 明明是仙师他 霍乱四海八卦 你为何说你要输罪 还有 仙师他为何会变成 现在这个样子 是 初见宁清之时 我正带着若处 游历人间 师父 当心 是恶灵偷袭 别 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在她身上 探到了灵力 发现她是玉灵师的后代 不知怎的 被遗落在了人间 你画得真好 我很喜欢 什么时候 你可以为我画一幅吗 你父母呢 你家在哪里啊 那我带你回家 好不好 我将她带回了万花谷 起初她没有过去 无根无家 很是似非 你叫什么名字啊 我没有名字 我也不需要名字 你不需要 但我想送你一个 小少侠 给个面子收下吧 不如你就跟若初一样 随我姓宁 叫宁钦 好不好 你知道这个名字是什么意思吗 我必须要不 Ranger 我嫌疑我 八十亿 都要死 后十亿 我必须要不需要 你浪费 我必须要不需要 你油脑 我必须要不需要 我必须要不需要 你油脑 你变量才能有 我必须要不需要 Also你 Garry 这个名字你喜不喜欢 我收宁卿为亲传弟子 教授他仙法 不过宁卿与弱处不同 弱处心境 爽老浩大 喜欢痛快 我便教授他剑法 而宁卿心思细腻 敏感 不适合喜剑 我便教授他更需静心 和巧思的阵法 那后来呢 后来又发生了何事 你明明是万花谷的谷主 为何万花谷中从来都没有关于你的直言片语 就好像你从未存在过一样 当年若初与青鸡相恋之时闹大 我初面替他们说话 却遭到世人的彼驳非议 他们指责要管教不严 纵容包庇弟子 不配再居谷主之位 那时 那时一直寄予族主之位的林氏一派 更是暗中推波助来 趁机将矛头指向我 趁至山洞鼓中长老将我定罪 废我半生修为 最终 我被驱逐出了万花谷 走的那一日 恋青追上来 要随我一起离开 万花谷视我为耻 在林氏的鼓洞下 最终抹去了所有 我存在过的痕迹 更无需谷中再提及我的名字 那您师祖和青鸡知道此事吗 我是若初的师父 自该保护他 又何必告诉他们这些 让他们心生愧疚呢 前辈大意 云何赶赔 后来我带着宁卿去了人间 我们在人间走过很多地方 闲瞎时 又回到了当初捡到他的那间小茅屋 我在那里写下了很多游记 记录下看过的风景万物 天地苍生 先师珍藏的那几本游记 都是前辈写的 广无极也是吗 我一向喜欢游历 在离开万花谷之前 便已写下了广无极 只是走的时候落下了 我知道那本书还来到了你的手里 看来我与前辈缘分不浅 只是听前辈所说 宁卿他原来是个重情重义之人 为何后来会变成那样 在人间时 我仍旧带着宁卿御灵除恶 但我渐渐发现 宁卿 饶命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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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探御灵的手段 变得激进狠烈 不留余地 我明白 他是希望可以紧快地下功劳 好帮我重回万花谷 我本想闷闷归劝 却没想到 再也没有机会 那一日 我们被恶灵凶兽围固 念经给万花谷传去求救信 却迟迟无人前来 最终 我重伤生于你 这些个乱养 或许是阴差阳错 昔日 我撰写广务集时 曾注入大量心灵 因而在我身影后 元神并未完全潇洒 而是留存最后一丝 在广务集上 而后我便脱身长风 至于宁卿 他视我为至亲 无法接受我惨死的事实 因此心情越急越深 世人宴起你 林氏陷害你 万花谷驱逐你 恶灵凶手杀你 宁无处于青鱼鸾鸟 则是这一切的开始 有分哲 我一个都不会放过 我会让他们 尽数为你陪葬 宁卿将我身影的消息 带回了万花谷 他在谷中跪了三天三夜 才重新求得了谷中收留 但从那时起 他便走上了一条不贵路 他将我的死讯告诉了若出 并将石方阵交给了若出 师兄 师父不在了 谷里的弟子定会找你和青鸡的麻烦 师父生前一直希望你们能平安 我也是 我找到了一个上古阵法 可以让你和他永远厮守在阵下 这个阵法叫 石方阵 师兄 师弟 师兄 以后你要照顾好自己了 我有话要说 说吧 一路走后 为什么 你与青若娘 是这一切的祸根 你们害死了师父 凭什么安然相守 让青鸡 造成今天这般局面 我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所以前辈 是想让我将真相告诉青鸡 让青鸡去找她 如今这个世上 除了青鸡 再无人可以对抗宁卿 一个时辰快到了 空冰和长衣那两路皆已成功 只剩青鸡那一条 你的时间不多了 前辈 可否带我去看看战况 我把我的眼睛借给你 前辈 这来都来了 不打一打多可惜啊 再说了 我们现在已经进入他们的包围了 你要是不打他们 他们也不会放过你的 是 是青鸡鸟 快 快向孤主求援 快 快 快 不会吧 这还没开始打呢 就为了这种窝囊费 你就骗我出手 是不是也太看清我了 前辈 你要干吗 你不是说了吗 来都来了 得动动筋骨 折腾一下 是青鸡鸟 保护股主 就这么闯进来了 也太刺激了吧 小丫头 是不是抓住她 那么 以后 你们就可以彻底让我清静了 对 就是她 别追了 辅助有力 不得追赶 我让他们抓的是三个大鱼灵士 他们抓灵昊青做什么 真是乱来 季云和 你决定了吗 是否要帮我 前辈 认识青鱼蓝鸟的不止我一人 为何要选我 如今 我不在五行之内 是违逆天地法则的存在 你强行练出双脉 亦是如此 只有你 冥冥中与我注定相恋 也只有你 身陷淋雨 备受摧赞 却仍对世间抱有所爱 我以为老天爷将我的身子折磨成这样 使我命数无诈 却没想到 既然藏着这般机遇 看来这场劫难也不算太坏 你答应我了 我答应前辈 定会做到 只是还请前辈给我一些时间 北渊现在还处在危机之中 我的余生不长 我想最后再为所爱之人 护住北渊 前辈 你那路解决了 嗯 解决了 真乖 你新手承诺这一点 一点都没变 常义 你怎么能让洛景桑改变计划 去打林浩钦的主仗呢 现在我们两个人 他两路都回来了 就他一点消息没有 出事了怎么办 我没让他去啊 先生 别急 有清姬在 他不会有事的 不会有事 现在这个交人 好好地站在这儿 你当然 林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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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清姬前辈 把林浩钦抓回来了 就滚在吴王库里 谁让你去捉林浩钦的 你每天脑子在想 什么呀落井丧 你知不知道有多危险 你能不能不要这样肆意妄为啊 你能疼我了 你这么凶干吗 我振前秦主帅 不是挺厉害的吗 你是不是觉得 我跟清姬前辈的本事 比你大 你就生气了 没有的 没有的 不可救药 他在骂我吗 你回来 咱俩好好查查 看谁对谁错 回来 承鄞 既然清姬都已经 把林浩钦抓来了 你就让我去见见他吧 我的性子你最清楚 不达目的绝不罢休 你刚刚娶我娇猪 身体还没有恢复 干嘛这么着急 有你在 我怕什么 好 好吧 一起去 我只给你一炷香的时间 不能多停留 超过一炷香 我就进去了 好 我会很快回来 好 我给你带来 我冲一块 我去 你就把自己弄成这般模样 拖着兵去 来跟兄长和谈 兄长见了 会觉得更有诚意 也会更感动不是吗 先是出谋划策 又来亲自和谈 你真的很在意被冤 不错 你我相都 只会让歹人的阴谋和野心得逞 你我双方乃至整个仙界的共同之敌 我们应该联手对抗才是 兄长是聪明人 其中利弊 无需云和夺言 你我最终目的一样不假 可你也知道顺德仙姬的脾性和气度 他守护寒霜 威胁着万花谷所有御灵师的性命 早前万花谷 派来捉拿长矣的御灵师 斥驰为贵 我就不信 兄长没有派探子来查 我也不信兄长会不知道 空明有还节药之事 那又怎样 当日常义被困 备受折磨 指使得虽是顺德 但真正动手的 却是御灵师 常义怎可能轻易放过他们 兄长 常义的心胸 远比你想象得更加宽广 这段时日 四方有不少御灵师逃来北渊 是常义立派终于留下了他们 早前万花谷派来抓他的御灵师 寒霜发作之景 也是常义救下了他们 来了北渊的 可以得到庇护 可留在万花谷的呢 您一反常态 带兵来宫 又毫无反抗 故意背弃 现在还与我不步确认 北渊纳降的态度 想必这一难题 兄长早有筹划 您想方设法来见我 是因为关键在我身上 对吗 你才对了 给你一炷箱的时间 给你一炷箱的时间 你还真一炷箱才出来 笑什么 没什么 谈得怎么样了 他并非没有和谈的想法 只是有些复杂 需要再聊聊具体的条件 不如明天我再过来跟他聊聊 不能让他占了北渊的便宜 见一次就够了 剩下的 让空明去说吧 我们现在回去 来都来了 不看看风景在走吗 不想看 你就考虑考虑吗 难道你都不想 不考虑了 大魏八月 你真的霸道了许多 回去吧 我 思雨 今夜你率兵阳攻 声东击西 我自会寻找机会 带极云禾离开 阿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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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緣 谷主杯漸 郡主吳帅 株灵角敲着 要取代谷主长君 都这个时候了 你为什么还不让我去救谷主 即便谷主有令 不然我们妄动 可她当时 为何要下这样的令 她就不怕自己出事吗 今夜阳宫 谷主要趁机那云合出来 原来如此 太好了 记住 是阳宫 不得应聘 更不得有伤亡 我知道 放心吧 我这就去准备 谷主 为何不将此行的计划 告诉曲小星 他虽忠诚 但形势茂躁 生死一线之事 知道的人越少越安全 免得漏了破绽 让顺达生意 那季云合怎么办 等到了北渊 谷主真的忍心对他下手吗 谷主 你当真能舍得下季云合吗 再见林浩清 你就这么开心啊 只是觉得最终他会答应和谈 北渊不必再打仗 心头的大石头终于落下了 怎么 你当真吃醋了 如果我真吃醋了呢 你就没有什么要跟我解释的吗 我累了 我先去摔 跟所有人都有数有效 有救可训 偏偏跟我无话可说 我猜你心里到底算什么 这个答案我早就告诉过你了 长颜 你我早已说得清清楚楚 若再纠缠 可就没去了 如果我不相信你当初说的话呢 季云合 当初端牙的事 只要你说你没有背叛我 说的都是违心的话 我就可以相信你 我们之间所有的事情 在你心里哪怕有半点是真的 无论你解释什么 我都可以相信你 你说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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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风一起 大寒将至 听闻会下一场一年当中最大的雪 也不知我还能不能感到 好了 云合 不会心 来 我们坐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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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合 我觉得长颜她是相信你的 她并没有怪你 她好像只是需要听到你亲口跟她解释而已 为什么你就是不肯开口呢 我只将此至深 何必要做那么多跌宕起伏 峰回路传的事情 你就当我是矫情吧 而且现在北云形势如此复杂 我不想再给她心里添乱 云合 你不是说 喜欢是会让人心情愉悦的吗 为什么你跟长颜看起来都这么痛苦啊 真是搞不懂你们 看起来这么聪明 却非要把这么简单的事情 搞得这么复杂 有的喜欢 是千风百气地想要跟对方在一起 有些喜欢 是谨求对方平安顺遂 我不想一探图这一时的喜乐 而给长颜留下更加沉痛和长远的悲伤 你以后会明白的 若喜欢要像你跟长颜这般折腾 我才不要呢 那空明呢 苑和 你说说空明 我明明立了功 他还把我臭卖了一顿 你说他是不是有毛病啊 他那是因为关心则乱 不对不对 关心我就不应该这么凶我 而且他每回见面都不给我好脸色看 讨厌 好了好了 我们不说他了 我去给你断药 笑一笑 洛洛最喜欢看云和笑了 走了 好 长颜 你是我一生最光明的存在 是我的血中胎 而是他 却毒中 所以我不想带你一到这里 要保他们 唯一的办法 就是你跟我回去 给沈他一个交代 这个交代 是要我死吗 是 好 若兄长能带我逃出去 我随你走 你可有定情 顺得要你死 兄长也看到了 我时日不多 我 与其被困死在这北渊之中 倒不如最后 做些有用之事 倘若我这将死之躯啊 可以助兄长今后的路顺遂一些 那有何不可 我会传心思雨今夜阳光 借着我带你离开 行动之时 吹动此咒术 可拼逼你的交人印记一个时辰 哪怕还要再次偏了 哪怕还要再次偏了 哪怕这次 哪怕这一辈子 你都永远不会再原谅我 选王 是 宝贝 还生气啊 我那日抢先进宫呢 也是因为想尽快 为北渊除去大患 又不是为了自己 再说 他长邑的计划 本来就有问题 指手不攻 当然是给了对方 反扑的机会 若是当时听我的 早就把他们 打得落花流水了 何至于 像现在这么麻烦 我看我是罚你 罚得太轻了吧 还没能将你打醒 你怎么也跟他们一样 只知道把责任 往我身上推 你既然不知错 那我跟你也无话可说 行行行 就当是我错了 行吧 我看你是嘴上认错 心里根本不服 是 我就是不服 长邑被继云和蛊惑 偏偏你却这么护着他 我是心疼你啊 你处处为他隐忍 为他着想 他呢 从战场上回来后 有看过你一回吗 他来看我是情分 不来看我也是应当 那您一直在这儿等什么 不还是等他吗 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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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齐风将军 什么事这么慌慌张张的 是王上 王上终于醒了 走 走 父王 舅父 父王 舅父 父王 姚儿 您终于醒了 瘦了 姚儿 你这傻孩子 你身负重任 当已自身为重啊 何苦还要浪费灵力 来救我呢 只要父王能醒来 姚儿做什么都愿意 大家现在如何 不过我将你们托付给常义 一切可爱好啊 舅父您有所不知 常义不仅辜负了您的叮嘱 还处处欺负表妹 您若再不醒来 北渊就要陷入万劫不复之地了 表哥 父王才刚刚醒来 你别拿这些琐事烦的 表妹你难道想看着北渊 毁在他们俩手里吗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快点一无一时地告诉父王 常义现在在何处啊 他应当是寻房去了 好 我醒来之时 先不用惊动他 你们素派人去湖心岛 牵食那个金云河的动向 一旦他与林昊卿 请有任何异动 传我的令 当场诛杀 是 不行 父王 常义说了 不能动金云河 他再听您的话 要不您劝劝他回头 让他不要再信金云河就好 姚儿 那个金云河跟常义 到底是什么关系啊 你不是跟父王说过 你与常义已经互许终身了吗 那他为何还要处处 护着那个金云河呢 难不成 他一清别恋了 不是的 父王 我当初是为了让您救他 所以才自作主张地骗了你 其实常义他 常义他并未对女儿有弃 那个常义穷尽北渊之力 护着金云河 我看他真正喜欢的就是那个鱼灵师 那个金云河乱常义心神 必有大患 在此禁要关头 不能冒险 必须决断 可若金云河真的有事的话 常义是不会原谅我的 别忘了 别忘了 他单岁之时 你为他付出了多少牺牲啊 他是不会苛责于你的 况且 即便抛开你与他的情义不说 常义如今是北渊的尊主 就更不该 因为一己之私落人口实 否则 军心不稳 如何遇敌啊 待灵芝散的一圈金鞭引去 他便成熟了 但你仍需小心 一路灵芝颇有灵性 为了保护自己 他会伪装成熟 你要仔细看清楚在这 若需帮助 可传信于我 我们会来助你 竟然真的是伪装 我 我一会儿成熟了 原想帮你这还没想到 是无量惊雷 无量惊雷在野南日 早会在此刻突然出现 那个位置是 雪统领的方向 可能是连日的 你 你 他 你 你 加 我 你 你 你不是你我 不是我 嘿 多想 多想 嘿 你要去哪儿 人痴心人抬头望 留不住的光亮 黑随它流浪 愿你的所长 去光眼地方 愿离我远离了悲伤 从此我虚妄 忘却犯伤 让遗憾不生长 愿你从此无所怕 无愧也无话 像萤火追逐着海浪 捉不住的光 任由我 一人回想 风转转落花 雨滔滔飞沙 我想你在某个塌方 自由的宽敞 别再想起 关于我的过往 这里 繁华又盛放 如你半明朗转眼 过几万个光年 你可曾看见 这世界 如你所想